大家好,ASTE到 今次介紹Tiny名的會員限定 紅蛋 終於存蛋了 由這些比較難入手的開始 才進入普通版 但現在普通版好像沒什麼貨 我想我也要進入普通版 再搞戰會 快點找普通版 可能已經開始被人賣光 開始有點擔心 剛剛普通版的吃手架 糟糕 撕掉膠袋 這個也要驗貨 我第一架 不知道為什麼昨天的手 運氣很差 買到哪輛車都有問題 要換好幾次貨 換一次 才能換到好一點 這架也不例外 這架有些銀色 第一架有些線銀色 要換 這架就好一點 這架應該沒什麼問題 我之前試過 至少那輪子沒有東西 整個都說會員限定 會員限定 這個是1A 紅巴體驗日的牌 好 好 出來了 這架是油粒粒的 對 不太清楚為什麼會油粒粒 好怪 弄個油粒粒 是不是不想黏著那個袋子 對 他用這個袋子 但是我怕用水洗 然後 不知道真的弄掉了什麼 一些紅的油 掉了出來 好啊 這架很順 不錯 真的沒什麼震 很平滑 這個應該是全港第一款紅巴 對 我不敢說第一架 哈哈 第二款才是紅色的 E500 這樣試一下 對 那就是紅巴 1A 然後這裡 體驗 不知道怎麼說 全身紅巴 1A 紅巴體驗日 UI5246 這些黑色 不是護織 算了 看看有什麼其他東西看 1A 紅巴 等一下 對一招 體驗日 這個幾乎 這個圓圓確實挺有趣 整理了這些牌 整理了這些牌 一些線 一些線 嘩 如果他整個33號線的廣告都很爽 好多油粒 你不要浪費廁紙 你不要浪費廁紙 你真的 哈哈 都是UI5246 這也是紅巴體驗日 也是這個牌 對了 不是很清楚這個黑色 這個做什麼 這個牌子怎麼讀的 Fovo B9TL B9TL 這個樓梯位 哈哈 變黑色 好 城市脈搏 都是這樣 紅巴1.0 都是這樣 電視機還在 這裡 這輛車就是這樣 行不行 好 這輛 紅巴體驗日 的一號A的介紹 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